—— 王爷谁都不见 每年的秋天都是到坎儿 王爷惦记先王妃临终的话 总得冰上那么几天 父亲对先王妃情深 二哥好福气啊 什么福气啊 不就是个 没娘疼的人吗 对了 我听说啊 父亲正在请赵 给成年的公子封爵呢 大哥是长子啊 能封过郡王 四弟 你贤名远播 说不定能封一个 昭德将军哪 我这个世子之位 说不定哪一天 就到你们手里了是吧 老四 二哥真是说笑了 二哥德才兼备 又深得父亲宠信 兄弟们 哪敢有染指之心啊 那倒是 拿着什么呀 是送给父亲的吧 有心 父亲在病中 怕谁也没有心思 如果二哥喜欢的话 就送给二哥了 确实不错啊 可惜啊 两个正主的命都没见证 老公子啊 老三 原来是世子跟四弟啊 你们 干吗在这儿 乘凉啊 来来来 叫几声给他们听听 三哥 都说三哥闲事 没想到 三哥才是最有心的 有心 有什么心啊 父亲最近心里烦闷 有这只鹦鹉斗鹊 估计心情啊 一下子就会好起来了 等等等等 谁说这个要给父亲的 不是 当然不是 这 父亲哪喜欢这个 你们都不知道 这只鸟多难弄 为了让他讲话 我已经半个月 都没睡好了 老三 这鸟不错啊 你要是送给父亲 估计高兴 说不定 封你个正乎将军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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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带上我 我连鸟都喂不过来 什么大将军哪 都说老三是天下第一闲人 我看一点都没错 有点啥 把这个给我付去 就说 是我送的 老三 回头带上鸟 来我府里喝酒 好 来 叫一声四弟听听 不争气 行行行 你们聊 你们聊 好 三哥慢走 哑巴啊你 好 总管 秀公子 父亲 是否真心愿意续嫌啊 王爷是否真心 老婆不敢往家喘死 此次军上体恤王爷 对仙王妃的相似之苦 可下诏为王爷续嫌 只是希望为王爷找个人 能待在身边 陪她说说话 解解闷 老婆只希望 明日有哪家小姐 与险王妃 掌留几分相似之处 也能解解王爷 相似之苦